来! ASMR 时间! 今天我想以一个不太专业的图文作家 跟... 的身份来开箱这个本地品牌 Dilligil 专门设计给 content creator 的 R10 Knight Edition 而且我要强调一下 是设计给流浪型 content creator 的 如果你是宅家型创作者 不需要带着电脑到处走的话 这个影片呢 你可以skip 去看他们家其他型号的笔电 当然 如果你可以为了我 把这个影片看完 我会很干净的 好啦 其实不算开箱了 因为我早就把它开出来自己 使用过一段时间了啦 我还没有撕掉它的膜 yes 等下一起来 ASMR 为什么我会讲它适合流浪型呢? 因为它的机身用的是 美合金 使用这个材质 就代表它会比一般的笔电清 价格也会稍微高一点 所以我才讲它适合流浪型创作者 因为这类laptop都比较主打 轻薄 如果你常常需要带着电脑出门一整天 跑上跑下之类的 它对肩膀的友好度 可以讲是100分的 诶 不是开玩笑 如果你看到我可以拿到这样轻松啊 就代表 任何一个人都可以 逼我 轻松 所以其实学生党 想要拿来做assignment 也是可以考虑的 先从它的外观说起 来 ASMR实际 Look at you 不管是外壳还是屏幕 都是我喜欢的霧面材质 不会留下指纹看到星3的那种 它的屏幕解析度是2880x1800 14寸ips 呃 其他的我看不懂 你们自己看 有高达93%的屏占比 整个画面不管是画图还是剪片 看到的特别爽 而且毕竟是给content creator用的 我们蛮常需要开会的嘛 所以都这样细了 它都还是有一个wacom镜头给你 这边就是它的接口 UHDMI YouTuber最需要的SD卡槽 两个USB Type-A跟两个Type-C的接口 这边这个还是Tunderboard第四代的Type-C接口 方便给你更快传发啊 同时接更多device类的 再来讲讲它的配置 在上了John老师那堂课之后 我自己也还是有在努力做功课的啊 多多少少叻 也看得懂这种基本的spec了啦 首先它的CPU 用的是我们熟悉的 第十一代Intel i7核心 16GB RAM 512GB的NVME SSD 这样子的配置 拿来画图、剪片 进行一些没有太硬核的操作的话 都是sup-sup-soy的 而且注意 身为大码No.1可以customize电脑的品牌 以上配置 都是可以在他们选购的时候自定义的 要到64GB RAM还是4TB的SSD 都没有问题 一切配合你的预算 所以一开始咧 你可以先选自己比较负担得起的配置 然后之后再随时拿回去给他们帮你upgrade 也是ok的 这个呢Edition版本咧 跟之前的RTX14比起来 除了外壳从银色变去黑色之外 还多了一个很神奇的东西 就是 GPU 独立显卡 在官网那边就有 RTX3050 跟RTX3050 它还可以学 跟没有独立显卡的笔电比起来 就比较可以拿来做3D绘图 3D特效 处理4K影片 之类的操作 而且不再用你的System Memory 影片 render起来也会比较快 所以确实咧 是可以用麻雀水小口障俱全 来形容这个RTNite Edition 因为它不只是轻薄 它还做到了高效能 高生产力 这个特性 但是 这一点就要割舍它的电视区行力啦 意思就是 嗯 它叫到随时代 不过幸好它也没有到很中啦 そして 为了支持低到终结的游戏体验 这款RTNite 还配置了一个90Hz刷新率的Screen给你 工作之余 拿来玩TOTA、LOW、APEX、CS 这类游戏都还是很够用的 至于这个让它价格多了几百块的独立显卡 到底有没有必要叻? 坦白讲 如果你跟我一样只是要拿来做普通的2D绘画 没有什么技术性的影片剪辑叻 是没有到太需要的 如果讲要拿来玩3A大作游戏的话叻 yes 我试过了 它跑得动right there 但是 很少 所以这方面还是买一个gaming laptop比较好啦 比如我的argue 所以真的是除非你要拿来做一些 比较高复杂度的剪辑啊 3D绘图这类的工作 然后还很常需要到处跑 需要一台超轻creator ultrabook的话 我才会推荐你入手这款RTNite Edition 好了 今天的不专业解说就到这里 我会在说明栏附上illegal的官网链接 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产品的详情 你可以自己去点开来看啦 顺带一提 现在到5月1号为止都有Ramadan邮会 会给你高达300块的回扣 总值加起来1198块的送品 好嘞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影片见 炸捏